考虑到国防 保密等因素 可可多海水电站隐藏在地下136米处 建设者们在坚硬的山体上 筑起了一座坝 打穿了一条洞 挖空了一座山 最终耗时20年建成 为可可多海的矿石开采 提供了强劲的电力支撑 这就是我们这个数据 说实话我现在进来有点腿软 就是这一眼望进去 怎么能这么深啊 我觉得我现在说话都有回音了 你看这个声音是从最下面的那个亮光 然后最深处返回了我的声音 感觉特别的通通 它的深度有136米 当年全是靠人工去开创 挖别出来的 我觉得我现在都难以想象 这么震撼这么大的一个竖井 当年是怎么靠人工 去挖了一个将近40层高的 这样的一个竖井 那怎么才能相对更直观地 去感受这个竖井的深度呢 我准备了一个计时器 咱们坐电梯 看看下去要多久 好 咱们现在进到这个电梯 我要开始计时了 开始 严所长是在这工作了多久了呀 我一直都在这里工作 当年我的父亲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 这也是一种延续吧 我现在就是在工地公司工作 然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选择在外面上学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选择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地工作 现在感觉这个耳朵都是 对 有点耳鸣 因为这个气压 到了 两分十四 如今一台电梯连通着136米黑区区的竖井 我们两分十四秒的下降时间 却是六十年前老一辈建设者们长达二十年的付出 我现在周围都是轰隆隆 睁耳一龙的响声 声音都要提高好几个度 而且脚下也在振动 这个机器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材使用的 1967年的时候 手台机组发电 但是到现在依旧能完好的运行 为我们发电 这个标语是当年走台机组发电 当时为了一种留下一个纪念意义吧 热烈祝贺今日发电 1967年的2月5日 17点整 这虽然历经了50多年的运行吧 每当经常在维修 总刷 这个场面是事工人员 都舍不得把这个标语去除掉 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文字出来的那种震撼 它其实不单单是这些话 而是你走过之后 你看到那个树井 那么大那么深 然后去通过什么样的精神 能够坚持下来 能完成 就是墙上的这些班